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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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南Windows 我是王元廷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請大家要正式 國營事業預算的審査 要正式國營事業預算審査 我是怎麼說這個問題 這幾兩禮禮以來 我們全國的媒體也好 老百姓也好 大家都在注意什麼 都在注意立法院審査這個益利益修 看我整精神 你看媒體也好,保證也好 整精神打開電視 大家都在注意這個益利益修 在立法院審査的情形 但是這個益利益修 我們的一百空人二度的國營事業預算 多少錢你知道嗎 五條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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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中央政府總預算到多少 跟一條碗 國營事業預算是中央政府總預算的三倍 所以說頂頂禮拜 悄悄地在立法院審査通過 這個事情 五條碗的醫生比中央政府總預算多三倍的醫生 在立法院審査地找他 一百空人二度的醫生 這表示什麼 一百空人二度 表示今年是不是十二九月 表示這國營事業的醫生 十二九月用到十一九月了 已經用到十一九月了 純粹一九月前也用到 立法院審査通過他的醫生 像這種心渣醫生這樣拖 這其實也是很重大的事情 沒有人注意 我簡單這樣說 就是國會心渣醫生的制度已經失明了 所以說這種國會說 他要鎮獨行政儀館 要勘禁人民的荷包 你敢相信嗎? 不相信嗎? 對不對? 不然我們來看內容 別說他拖到十一月通過已經沒有意義 人生就開了 你還在審査 你還在審査 我們來看內容 他通過 這次十一月二十一通過 這是國營事業醫生 在營業的部分 總共三減了六十四點五億 差不多是零頭 我不要說 大概降總支出的多少 百分之零點二七 百分之零點二七 非營業的部分三減多少 百分之三十九十五 三減的比例多少 剛才我百分之零點一左右 營業的部分百分之零點二七 非營業的部分百分之零點一 非營業的部分百分之零點一 那這種的三減比例 我輕用心說 對國營事業來說 就像我們一個月賺錢 你爸爸媽媽說 一個月一千塊給你孩子做零用金 爸爸媽媽說 你營業生零 黑白營 黑膏開始 我要自己靠 靠多少 靠兩線 那種意思 和一角都沒有 你感覺這樣的監督有落後 託一句台灣話說 那個人家頂無角 人家頂無角 人家頂無角不痛不癢 所以不痛不癢 沒有意義 所以說 朝野議員我就覺得很奇怪 中央政府總預算一條碗而已 行政機關一條碗而已 一條碗可以 行政機關其實感到現在越來越厭 也沒有什麼弊端 弊端比較少 我不能說沒有 比起國營事業問題也很少 我們政府多久 頂飛機 在審查這個前瞻預算 八年八千億 一年也跟一千億 這五條 那一年一千億 噢打到 八年八千億大家打到 那這國營事業 一年就五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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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麼拿也一樣 抹也一樣 朝野立委有志一統 他怎麼放水 他把它拖 抖抖了 抖抖了 抖到十一樓下 十二樓下 他就贏了 所以你看他好像刪除通過 其實是犯罪了 還別說他所刪除的 那些都百分之零點幾 就別說了 這大家想不到是怎樣 是怎樣 是怎樣 我是我自己想到的 國營事業在變醫生 有的公關會 的行政機關沒有 有的敦親木林政會 行政機關也沒有這條 這太厲害了 所以阿拿的也好 立的也好 大家都定義了 阿你看他們 國營事業出事的時候 五十八聲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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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 人家醫生拿來 董事長來 要給你問 都不用來 都不用來 不用信 通通通過 你不覺得怪怪 老實說 我們這幾年來 最過這幾年 不要說空的 台灣 油電天然氣上漲 缺水缺電 整年八一五大停電 大家要去買 這幾天 火力發電廠空污 替代能源也沒有著陸 果族不淺 沒什麼成績 兩三年前 民營電台 台電 民營電台買電 那個孫子 大家要記得 中油工程轉包的閉案 會記得 好 軍的 金融機關 浩鼎案 兆風案 慶富炸貸案 這通軍的 桃園機場 漏水案 華航罷工案 台鐵購票案 國營水療可以說 問題一堆 弊案重生 問題重生 層出不窮 弊端重生 但是 國營水療 以前我們立法院 是每年購買水 每年延宕 每年 每年 用到保 用到滿 讓他們自己營 這反應是什麼 反應說 我們的國會 對國營水療的感動 是帶動 是處於一個帶動的情況 這個國會的感動國營事業 如果無感 如果已經無感 如果是說 我剛才說的 我的案件 所料理的 青菜都幾百億 浩鼎案 青菜都幾百億 台電造成汙染 815大停電 那廠商的損失多少 誰買單 全民買單 你 立法院對國營水療 放水的結果 那個效果 那個損失 到後來都全民買單 你一定會問 是怎樣 我們來討論 法序的問題 立法院的預算法 51條規定 照規定是說 這個總預算 應該在會計年度 正一個月 就要通過 譬如說 現在一百零六年的 十二月 明年一百零七年的 醫生 照說 就要在一百零六年的 十一月三三就要通過 我們現在立法院 十二月 其實已經在圓了 就在審查明年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 公務機關 行政機關的醫生 那國營水療的醫生 照說 也是要現在就要審 因為我們主要先審 公務機關 所以按照立法院的管理 這個 國營水療的醫生 都是差不多一百零七年的醫生 都是一百零七年的醫生 都是一百零七年的醫生 他開醫的成分 跟他開機性 那讓你更厚慢 你也要在上會期五月 五月 五月也已經十二五月 給他開五五月 你跟他通過 我們就沒關係 立法院有時最上的困難 雖然法律規定 你是要做一年的十一月 我們還給你 也是跟五月就要通過 但是你看我們最近五年來 立法院在審查公平衣 需要的醫生 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二年 抱歉 立法院心無量 國營水療就是 根本九月前 放的 等於無省就對了 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六年 我剛才說的 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二年 這簡單說 這個現象是跟我們說什麼 這個現象跟我們說 我們立法院在審查公平衣宣 國營水療的醫生 沒有就沒有他審 沒有就審到十二月 這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落後 因為十二月人錢都贏了 你的審查 公平衣宣 人家已經要取決算了 要取割算來給你審 你把醫生當作割算 割算在審 這種國營 這種國會在感動 國營事業 公平衣宣 公平衣宣 你如果這樣 我們台中說的 國營事業 沒出事 這麼奇怪 出事正常 我說配 很多國營事業的黨事長 我現在問你 你不知道什麼人 不知道啊 我還給你 你也不知道什麼 他就不敢來 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開火 就沒有邀請他來 沸沸不開啊 所以很多國營事業 我很爽的 所以現在很多 他們做政府 說 比較喜歡去國營事業 沒有要做國營 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 當事長說 很難聽 換衣服的人 也不知道什麼 他可以動用的醫生 是比公務機關 還多了六倍 我才想比 這就是因為 我們這個國營事業 對國營事業 對國營事業的醫生 是失靈的 這是很衝勃的事情 到底是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台中說 我們台中說 醫生法 教理說醫生要怎麼規定 我們現在再來看 醫生法 就是問題出於這五十四條 這五十四條裡面有規定 他說立法院 如果沒辦法照習官 照習官把各國的醫生生雜了 就沒辦法 不管種種因素 你就生完之後 這個行政機關也好 國營事業也好 除了 除了說 你的價位是新的 今年新出來的價位 如果不是新的價位 你都可以照幾年 生下去營 照幾年變的生下去營 這個新的也不是說 新的價位也不是說 可以用的 只要有行政與動議 你跟那樣一樣 可以用的 說白的就是 立法院是沒辦法 你就繼續營 就對了 你就叫你變的去營 簡單說就變成這樣 這就是什麼 預算的 預先動資錢 就是說立法院是沒辦法 你可以預先動資 為什麼會有這條規定 這條規定不是說 沒有道理 因為他當初的時候 也怕會影響到 我們這個醫生 如果一直沒有通過 一直拖 會影響到 我們國家的發電 也在錢都不會營養 但是這個 照說它是一個例外 它是一個例外 國家的情況是一個例外 問題是我們立法院 在審查醫生的時候 到後 可以把這個意算 把這個例外的情形 當作完結了 所以這十年來 立法院在審查國營事業預算 把例外當作原則 就一直拖拖拖拖 拖不定 要是12月通過 行政機關就說 是你自己沒過了 所以我按照這個 預算法 才4條的規定 我整個去找他 我就可以開始 拍到12月 要拍到完 拍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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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到後 比立法院對國營事業 要把這個意算好 就大開後面 等於開這個後面 讓他拍到 就對了 再來就是 你把這個例外 當作完結 完結 算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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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沒有了 不可以在 5月30月以前 算了 所以我們這個 國會對這個 因為有這個 預算法54條 預先 同意動資的規定 我們立法院 審查醫生的功能 就是一定流失 那你一個 國會對這個 國營事業的 預算 沒辦法感動的時候 你立法院 就是變成橡皮圖章 那你如果 跟老闆說 你要監督行政權 要看緊人民的荷包 那就是我講的 這橡皮層章 像你們這樣 在角度 國營事業 沒有出事情 才會怪 其實 如果按照我們憲法 的規定63條 說 立法院有一個法律案 預算案 戒嚴案 大赦案 宣戰案 購合案 條約案 及其他國家重要 預算案 法律案是第一 預算案 排第二 所以這個 新渣疑算 其實是一個 立法院很重要的 這種 沒有一個國家 會把這個 新渣疑算 這些這種 把它放掉 把它放掉 但是 立法院現在這樣做 就這樣做 所以 你一個國會 在身材 醫生 沒有人 在自己放棄 你放棄 你就沒辦法 感動行政權 除了法律 你普通 是那個 族行說 表演到 背肥車而已 你要 白行政機關 做法 很簡單 我代理的醫生 改法了 你要照我的法律做 所以這是立法院 法律案 我們是立法院的上方保健 但是立法院現在 竟然自己放棄 自己放棄 自己放棄 我現在批個例子 我們不要看 像我們看美國 跟美國同樣 美國 2003年的時候 美國的眾議院 也在那裡 沒有時間 跟他們的醫生生 生病了 你知道美國是規定什麼 沒有什麼 預算 預先動之前 沒過 時間到 沒過 不好意思 政府挺劑 說沒有另外的 薪水也這麼快 有的機關就停 不收案 行政機關開始停滯 停滯運作 你一定會說 對老闆是不離 哪會不離 在停滯運作的時候 立法院 國會議員 有壓力沒有 美國的國務院 行政機關 有壓力沒有 這當然 老闆就注意 他說到底這個醫生 沒有 其實誰說的比較對 誰國的不對 會逼他 行政跟立法機關 攤牌 讓老闆先 會去了解 說到底是誰 這樣 國會也好 行政機關也好 對這個國會 不夠感動的力量 所以我現在批評 他說他停滯 因為醫生沒有過 16天 政府停滯運作 中央政府停滯運作 逼誰 逼歐巴馬 他說他總統 他就行政官 他到六月 在很多法案 他就要妥協 讓醫生通過 政府才開始運作 他們就沒什麼 預先通知前 你醫生沒有過 停的 停的 到底是說 我薪水怎麼沒領到 有的要去辦事 怎麼沒辦法辦 行政機關怎麼停滯運作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就是 國會沒通過醫生 國會是怎麼沒通過醫生 到底想得到 責任政治 所以說 我們現在要來解決 我們台灣的問題 我認為就是要把 預算法45條 這個 預算如果未能 期限完成審議 有這個 預線動之前 這條菌要把它抖 這條菌抖 立法院就乖乖要照時間 把國營需要的醫生 審好後 它審好後 國營需要不可以用的時候 就會出很多問題 那時候大家 老百姓就有去注意說 到底是誰比較對 想得不對 如果這樣的時候 立法院在監督這個國營事業 他們才會準備 成年下來的 弊案 要怎麼監督 要怎麼透 國會的監督 有效 很符合 我們老百姓的期待 你國會立法院的形象 才會好 以上 這個題目的報告 大家有意見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